你和文華哥在計劃什麼? 你們有什麼瞞我? 嫂子會自殺, 是不是文華哥安排? 老闆, 冷靜點 你們打算怎麼救我? 文華哥有話想跟你說 放心吧, 你跟律師在會面 他們不會收音, 只會教訓 老闆, 老闆, 我已經想到辦法救你 你只要照著我的說話去做就行了 他進了這麼大的貨物 沒理由那個股票一點動靜都沒有 現在唯一可以幫我們解答問題 就只有杜菲一個 既然文華透過他拿貨 他一定會知道批貨要怎麼處置 杜菲他怎麼樣?肯說話嗎? 什麼都不肯說 但是自從沈淑賢死了之後 他的情緒越來越不穩定 因為他律師遲到 他還在拘留所發了很大脾氣 他越急, 對我們越有利 老闆, 杜菲在拘留室 好像跟他律師壓緊交 我給你這麼多錢 你現在跟我說沒得打 以後你不用再跟這件官司 我會找一個第二個 平手 好 杜菲, 先帶律師出去 杜先生, 就算你找另一個律師 他還是跟你說同一番的話 葉浩天 如果我轉為烏天證人 你可否可以替我申請減應 好, 我答應你 周Sir 杜菲已經正式向我們提出要求 只要我們肯幫他 跟律政司申請減刑 他會把他知道的事供出來作交換 他說的話能信得過嗎? 謀殺罪成的有機會判終身 肯跟我們警方合作 他可能還有機會能出得回來 杜先生, 我是高級督察丁若寧 這位是葉浩天督察 今天是我們負責幫你下口供 行了 今年1月17號 陳志波沙展被綁架 你是不是知道是誰做的? 是我做的 那要脅陳志波在毒品調查科證物房裡 拿了15kg可嘉欣 是不是也是你? 是 你用什麼要脅陳志波? 既然陳志波肯配合你們 為什麼你們還要把他露走? 葉浩天你不喜歡嗎? 他把你是臥底的身分 我只幫你報仇而已 怎麼樣? 還有那隻鬼是誰? 鬼 老公, 老公, 老公 老公 葉浩天, 葉浩天 他一直都沒說這件事給警方知道 還升上沙展 我就是用這個秘密 要脅他拿出那批貨 那為什麼你要綁走他? 還要把他的手掌和耳朵寄過來給我們 天啊, 救我 為什麼除了你, 沒有人能救我 天 葉, 我就是要你們找葉Sir回來 跟隨這件案子 是不是文華之師你這樣做? 他想你找葉Sir出來幫他報仇? 是我想幫文華哥報仇的 我早就部署好了 找人拿傷證物去嫁禍給他 那為什麼鄭志明沙展 會答應你幫你做這件事? 因為他欠我錢沒錢還 就要幫我做事 對, 怎麼想到他這麼快 把自己拉下水 我有找人搭路幫他穿草 是他自己選擇跳樓的 阿德, 這次我錯了 我不想再錯下去 因為我還是一個警察 是他可以的 沒有人指使你 我還是一個人部署 是 你跟葉Sir有這麼深受打刃嗎? 葉浩天, 你還記得當年和我說過什麼嗎? 你說兵竹賊, 天經地義 大家個安天命 文華哥放得下 但是我放不下 這十年來, 我的心一直都忍著忍著 你一天不死, 我一跳戲也不會相信 文華知道你這個計劃嗎? 他一出來, 只顧著他的書店 不過我想他知道我在做什麼 他有提過我, 叫我不要搞你們這幫警察 還有不要搞你 我有線報知道你早前進了那批貨 文華叫你幫他進去 你們毒品調查貨有個案子 你們應該很清楚 我接手了花灑壇生意 如果沒有貨, 我怎麼繼續營運下去 消息指, 這批可卡因價值接近一億 買貨的錢是賣給你的 我跟放貨的人說 這批貨文華哥也有份 那以文華哥的地位 在這行業上還有點力氣 那他們就先把貨給我 我一向都說 一個快要睡在棺材的人 還怎麼會跑出來搞搞震 你說是不是? 楊Sir 那批可卡因呢? 沒有了 克仔吃過鴨棍 他在工業村截了那批貨 不過, 幸好我有大命 要不然我死了 你是在跟我們說 一個已經死了的人 拿走了你的貨 不過為什麼那天槍戰之後 其他生還者的口供 沒有人提過這件事? 死的那些全部都是我的人 剩下那些全部是克仔的人 沒有人爆出來很奇怪嗎? 你們現在不相信我說話 那我繼續下去嗎? 葉Sir提出的疑問也很正常 我們繼續 那就是按照你所說 你之後就為了報仇去伏擊梁子超 開槍打死他, 是不是? 是 等一下… 不好意思, 道比先生 我想跟你說 我之前答應你 替你和律政司提出減刑的條件 但是前提是 你給出來的口供要是事實 姊普, 我到口供之前 你答應過甚麼? 你現在反口了 你何必這麼緊張? 我們現在都沒有說你說謊 只要你給的口供 幫助到我們的案件的調查 我們一定會履行我們的承諾 從事聯絡吧 我會選擇做一個好人 行政長官決定赦免你的刑罰 我最擔心的就是物懷 本性難言 他要發大就要冒險 你覺得一個眼睛送一個嗎? 也不是怎樣 殺了一個人? 你說生意你不再管的嘛 你現在算怎樣? 現足強人是你 破毒強人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Kelly 鄭希文 我是Patrick Sir 林普萊 我是陳豪 立刻訂閱 歡樂APM YouTube Channel 以及追蹤我們最新推出的 TVBHOP TikTok Page 收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喜歡這段影片的 記得Like和Share